身上很多部位都有出現 手臂脖子到腿都是一點一點密密麻麻巡馬疹 光看就覺得好嚇人 意思說這一週內就遇到兩名病患 都是打了莫德納之後全身發癢 比較常見的它可以從大面積的延遲 紅疹開始到巡馬疹 到手掌紅到樹狀疹都可以 一般是五到八天會有紅疹的現象 還有一位簡小姐週三接種莫德納 胸口背部大片紅疹 四天還沒完全消 直言後悔打莫德納 希望第二劑能混打 回到家就覺得身上就在癢了 頭皮也癢身上也癢 但是那個癢是微癢 其實我很後悔打莫德納 我要打我們的國產疫苗 我打了莫德納 他嚴重過敏 他第二劑再打其他 我們那時候是可以打其他的 這不是為了效益 是因為沒有更好的一個選擇 陳時中說 不論是第一劑打哪款疫苗 只要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為了安全起見 第二劑就可以混打 醫師也解釋相比 AZ和BNT莫德納 因為裡面的複形劑 具已二醇比較容易引發 蟻麻疹等嚴重過敏 民眾如果有過敏史建議接種 其他品牌疫苗 第二劑最好也選AZ 避開同樣是MRNA的BNT 屏東也出現全台首例合法混打的個案 一名50多歲男子4月6號施打第一劑AZ疫苗出現不良反應 經過評估以後核准6月22號改打莫德納疫苗 不過若非經過醫師的評估也符合CDC的指引條件 民眾千萬不要非法嘗試 TVBS新聞 盧鴻昌王浩子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